開始了 開始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尼小爹 我們今天不是要試車 雖然我旁邊有這一台最新的GT 不是22.0 它是納茲捷的GT 但是我們今天重點 我當然要試車 但是我直播的目的是 要教大家怎麼踩煞車 好 那當然先來問一下 這個聲音的部分 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今天在台北港 這邊風蠻大的 看一下大家的聲音可不可以 好 那主要呢 當然也是因為就是 前兩天還是昨天 就是有發生一個意外 就是有一個小四還小五的同學 他在路邊跑步 結果後面有一台小發財就跟上來了 那他離車道蠻近的 然後最後他在 就是快要 就是車子快接近前 快要碰到他前 他突然轉向 結果就被小發財車撞了出去 那我想應該很多人都看到那段影片 在那個當下 當然小朋友他就是這樣子違規的 穿越馬路 但是不對的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那個發財車的司機 他並沒有在當下做好最適當的一個處理 意思就是如果他在當下可以發揮他煞車的一個性能 即使是小發財 我覺得都可以把傷害降到最低 我常常我先看一下大家的聲音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聲音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我就要繼續了 好的 我們常在 我個人常常在幫某一些車廠 某一些我們在上這個安全的駕訓課 那通常我有好幾個關卡 那我通常都是負責在踩煞車這一關 因為我常問很多學員 上千個學員 我每次問的時候我就會說 各位你們買車到現在 有沒有全油門享受過加速的快感 就算你的車只有1500cc 1600cc 就算你的車馬力只有120匹 你會不會享受加速的快感 每個都說會 我要享受貼背感 但是我每次問說你們那有沒有發揮 你們有沒有重踩煞車 享受煞車的快感 沒有一個人舉手 意思就是 其實大家對煞車 都不曉得怎麼樣去發揮它百分之百的性能 踩油門很簡單一踩就跑了 但是踩煞車 遠比踩油門還要來得重要 所以在我這樣子去解說之後 其實很多學員就說 對真的踩煞車比較重要 因為踩油門你就算輸人家 你頂多看到人家車尾燈 但是突發狀況 你如果沒有辦法有那樣的一個觀念 有那樣的一個知識去知道說 喔原來煞車可以這樣踩 好 當我剛講的那個事件 小朋友突然衝出來 或者是在巷子裡面穿梭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做出最適當的動作 你就算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 你也要盡量做到百分之八十九十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開車駕駛它必學的 就算你 我們那個怎麼講 我們在開什麼駕訓班 上課考駕照 那個都不會教你 好 那我先講 我上過很多像那個保時捷 奧迪雙B 他們的駕訓課程 一定會有這一堂課 就是告訴你怎麼踩煞車 那我先講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動作呢 最好是在封閉的場地 但是因為台北市基本上沒有 那我們必須要將車輛的時速 加速到八十甚至到一百 我們再來做這個動作 好 那我先跟各位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們實在找不到適合的場地 所以我們跑到這個台北港 等一下在那邊會有三個車道的直線 我們會在那邊 在前後都沒車的情況下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這當然是一個錯誤動作 不過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在賽道上 第一個只有大鵬彎 我們沒辦法跑到大鵬彎 第二個一般道路上 好像也沒有場地 讓我們去做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必備的 所以請大家先包涵一下 好 那我先講一個觀念 我們做這個極踩煞車 然後再加上閃避的這個動作 主要是要讓消費者 讓駕駛可以知道說 當我的前面的車道 不管是你開高速公路 突然有輪胎跑過來 突然前面有車輛打滑 突然有異物 跑到你的車道前面的時候 你在當下可以做一個什麼動作 就是第一個 重踩煞車 那個煞車要用踹的 我常講煞車要用踹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踹煞車的同時 你還可以再去做變換車道的動作 其實這個變換車道 其實就是閃避 我們等一下示範給各位看 那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現在可以問 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我真的覺得這個 我不曉得這要怎麼解釋 因為你說鼓勵你在路上去 在一般道路上 應該這樣講 我只能建議 建議大家 有空的時候 我等一下教大家怎麼踹煞車 有空的時候找安全 又不會吵到別的地方 又不會被檢舉的 試一下你的煞車性能 這個我覺得你開車的生涯 從18歲考到駕照 你開到58 開到68歲 有四五十年的開車時間 這個路 這個在這麼長的開車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碰到至少一次以上 好 我們現在先上路好了 好 雖然現在的車輛 配備這麼多主被動安全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主動安全 還是在人的身上 你等我一下 你可能我把椅子調一下 因為我會重踩煞車 所以你們呢 一定要 椅子要扶好 這樣子 你一定要扶在這邊 可以齁 好 雖然呢 現在什麼車側盲點 自動跟車 車道偏移 什麼後方來車警示 自動煞車 什麼行車防護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配備 我剛剛講 內式的車禍 如果你今天 是有自動煞停的 配備自動煞停的車款 我相信應該很有機會 可以避免發生那樣的一個事故 小朋友就算被撞 可能也只是碰到一點點 就不會發生那麼嚴重的意外 看到這種新聞我就難過 而且那個煞車呢 那個貨車司機很奇怪 他 小朋友已經衝出來了 然後從他行進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沒有看到他有任何踩煞車的一個動作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 你就算碰到了 你要趕快起來 他為什麼還持續往前滑呢 我相信他不會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在那個當下 因為你可能緊張害怕 驚慌失措的情況下 你的身體沒有辦法去反應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反應的處理 這個其實老實講就很可惜 原本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把 等一下我要教各位的 這個踩煞車的方式學起來 然後我們 我們在平常開車的時候 你才會有那個知識說 你的身體才有辦法去反應 反應你腦子要傳遞給你手腳的一個動作 你如果連知道 連這個事情你都不知道 連怎麼踩煞車你都不知道 你當然遇到這個緊急狀況 你當然就不會有那個能力去反應 這樣的一個開車動作 所以很重要 記得學起來 那我還是先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在台北 除了賽車場 沒有地方合法的場地 可以讓我開到100公里 然後再重踩煞車 這個部分先跟各位說一聲抱歉 我們就是找盡量每車的地方 等一下我跟你講 等一下我後面有個攝影 我請他 就是我開到100公里的時候 你就突然喊左或右 你如果喊左我就要重踩煞車 然後把車子往左移一個車道 如果你突然喊右 那我就要往右一個車道 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說這個 這就要模擬突發狀況 突發狀況的時候 模擬突發狀況出現 小朋友什麼東西突然跑到你車道的時候 你當下要做一個反射動作 就是我要選擇往左或往右 然後還要加上重踩煞車 還要加上重踩煞車 好 那我還要再講一個就是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說 等一下呢 突然會有東西跑出來 你只是要做到這個動作 我都已經告訴你了 等一下 你都做不好 那代表真正有突發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保證你也絕對做不好 你這樣都為了是嗎 我如果今天告訴你說 等一下前面呢 攝影師會突然跟我講說 我左或右 我只是不曉得 左或右 但是如果連這樣 事先告訴你 你都不清楚 那代表真的突發狀況 你開車開到一半 真的有東西跑出來了 你也沒有辦法做到最正確的動作 所以記得這個一定要練習 這個是我每次上那個 國外的駕訓課的時候 那個教練一定會跟我們講的 我現在前方就是前後沒車 我加速 盡量把它加速到100 然後 後面的攝影師就會跟我講左或右 然後我就要做出一個動作 那各位大家看一下 好來 你們要扶 有警察車喔 那不行啦 他知道我要在那邊是不是 有警察車耶 哇 我們開過去好了 他可能知道這邊有人要違規啊 真的有警察車耶 好 沒關係 我們從這個綠燈好了 我這樣衝過去就好了 好嘞 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加速喔 注意看喔 你等一下左或右喔 你看 好 你剛剛喊左對不對 好 各位看一下喔 我現在就是模擬 模擬這個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 在駕駛 身為一個駕駛 你必須要做出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可以將事故的傷害 減到最低 這個是很重要的 等一下我現在回頭 開車 老實講啦 開車看起來簡單 但老實說真的不簡單 再一次喔 但前面有那個泥巴 等一下我改一下喔 我們過了那個警察車再喊好不好 好 各位有問題喔 可以直接問喔 我們現在就是 如果剛剛突然見你的朋友 我們要 就是要告訴你 現在模擬 突發狀況 好 你當下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可以將事故 傷害發生到最小 我覺得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 而且最主要的主動安全 就是在人身上 在人身上 哇 前面是那個 那個警察在那邊幹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回轉一次好了 因為前面紅燈這樣 好 我們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就好 我們加速到100 然後攝影師突然跟我喊左或右 然後我就要做一個動作 踩煞車加閃避 加閃避障礙物 我們就是做一個 切換車道的一個動作 好 來 我們現在 我們離警察車遠一點好了 好 加速喔 順順的加速 80 90 好 來 我們攝影師可能會頭暈喔 不會 不會喔 好 這個呢 我們剛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 方向盤 我就是輕輕的修正 修正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打太多可能會 第一個 車輛可能會失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只是要做一個閃避的動作 閃避什麼 如果突然有東西 跑到你的 衝到你車道前面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可以做閃避 然後車輛可以怎麼樣 在緊急狀態下 最快的煞停 那我剛剛有一個 因為這個其實拍不到 應該是這樣講 當你 反應到說 我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煞車要怎麼踩 用踹的 注意看 用踹的 把它當仇人踹 你不用怕煞車不會壞 也不會斷 就是用踹的 那我剛剛因為我的 因為我是左腳煞車 因為我開Go Kart的 所以左腳煞車 左腳煞車 因為我的腳已經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右腳開 這是很正常 你就是用右腳開 然後發生緊急狀況 大力踹下去就對了 好這個是我在上一些安全駕訓課的時候 必教的一個東西 不管你上過 我上過Audi 保時捷什麼 只有一樣 我上過我剛剛福特上 DSFL安全駕訓體驗營 我也是都是負責這一關 因為踩煞車遠比踩油門還要來的重要 好了 有問題嗎 有問題現在可以問 大家都在討論我的鞋子 還有一個我要講的就是防禦駕駛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開的是一個 講到防禦駕駛 那天那個司機老實說 他沒有做到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們今天你要開車 假設我們現在模擬 你現在拍前面的 那個冠駛你把它拍前面一點 我們現在 等一下我先回轉好了 我們現在模擬最記得 注意看 我們現在模擬 比如說我現在巷子就是這一條 窄窄的 有一個小朋友他不跑在人行道 他就跑在車道上 這時候你可能時速正常是50或60 對不對 這時候你如果看他在前面走路或跑步 這時候其實你基本上是很慢的 為什麼 因為人或者是機車 他要突然變換車道 是很容易的 像剛剛那個狀況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到 所謂要接近你的人或機車 或者是小朋友 你第一個直覺就是 他有可能會跑到我的車道上 這時候你就要先將速度放慢 我們找一個人多的地方好了 而且視線 我覺得視線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 雖然說坐著你頭都是看前面 但是我跟你講 像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的眼睛是到處在看的 不是說一直看別的地方 而是說看我覺得有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方 比如說 1 2 3 3個後視鏡 我是一直在瞄的 瞄一下有沒有什麼車靠近我 瞄一下有沒有什麼車快速接近 你要防止那些開快車的人 左邊 右邊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就是車輛靠近你 等一下我們找一個人比較多的地方 防禦的一個心態 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喔 這個有時候路邊會有車子 它可能在前後移動 你也要看它 它如果是要出來 就是它是要從停車格出來的話 這時候它也有可能會突然往左切 為什麼 因為它車子斜斜的 車子斜斜的情況下 它看後視鏡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看到 我現在正式執行的一個車輛正靠近它 這時候它有可能油門一踩就砰就出來了 其實這個也是很常發生的 所以我看有車子要切出來 我也會很小心 現在我們又在透視底盤了 這是U6 它們這個大螢幕 好 我們現在就右轉 你看喔 又有警察 好啦 基本上這種巷弄 老實講一般就是 像那個車這樣前面 也有可能會小朋友突然跑出來 像現在右邊那個巷子 也有可能小朋友突然騎腳踏車啦 這種 比如說那個 騎 比如說小朋友跑步啦 亂跑 為了撿球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這種巷弄其實限速是50 但是你如果在這麼窄 突發狀況 你其實你根本沒辦法去做很 太及時的一個反應 所以建議在穿梭這種巷弄的時候 或者是你覺得旁邊有人靠近了 那邊有人突然走出來了 或者是你看喔 像現在前方這台綠色的車 有沒有 這台綠色的車呢 它的車頭前面就是一個死角 死角的意思就是我這樣穿過去 可能有那個小朋友會突然跑出來 這個都是防禦駕駛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必須要一直提醒自己說 什麼狀態下 有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你就必須要這樣速度放慢 或者是稍微離他遠一點 這個都是必備的 唉唷 車輛改造 對不起 好 我們開車喔 老實講我們台灣的那個駕駛的駕訓班 那個駕訓班喔 烤照班 那個真的是烤照班 讓你烤駕照 不是讓你練駕駛技術的 我們台灣沒有一個比較有規模的 真的是駕訓班 駕駛訓練班 教你怎麼開車 它是我們基本上都算烤照班 幫你烤駕照 什麼右邊A柱看到什麼東西 往右轉一圈半 左邊看到什麼東西 轉半圈再回正 那就是說那邊 教你口渴照而已 不是教你塞車 所以這部分蠻可惜的 當然開車的經驗 你是必須要上路才能累積的 因為烤駕照沒有辦法模擬太多的突發狀況 不過就是小心尾上 然後再來就是 昨天不是有一個說 在這母親開隧道 連續被開了六七張罰單的 其實應該這樣 這個也是交通規則 你本來在上路前 你一定要知道哪一個標示 是禁止 哪一個是提醒 比如說前面寫個30 是告訴你說限速30嗎 如果你連這個基本的交通規則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開車上路 因為你看不懂交通規則 你看不懂交通浩子 你可能就亂開 該快的時候你不快 該慢的時候你又不慢 你可能就亂開 亂開的情況下 你當然就會很容易就發生事故危險 好那我順便講一下這套AR 行車AR影像 這個老實講這個真的是不錯 你看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第一個俯瞰加上透視 我們現在紅燈 好這個 這個我就很喜歡 你看 左邊的 左車頭 右車頭 然後俯瞰的 包含這個 你可以從左前方 右前方 你的死角 左右 反正下面都有死角 你可以透過這些 各個view 各個鏡頭 來看到 你看左後方 右後方 正後方 這個老實說 就是讓你的車輛死角完全的消失 這個可以讓你在開車的時候 確實增加很多的行車安全 好我先開到路邊回答大家的問題 等我一下 我真的每次看到那些不會開車的 我的不會開車不是說要你開得跟賽車一樣快 是不會開車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動作 然後 甚至是連煞車你都不會踩 煞車就大力踹就對了 你說 好有人會問說沒有ABS怎麼辦 我告訴你沒有ABS 你一樣是照踩 我們雖然講說沒有ABS 你要腳去模擬ABS 但是我告訴你在緊急那個時刻 100公里煞到停 頂多也才2秒 你在這個狀態下 你很難去做到 除非你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像我們在開Go Kart的 Go Kart是沒有ABS的 這時候你當然就要讓 在重踩煞車的過程當中 你從車輛開始要滑了 你要放一點油門 做到類似ABS的功能 但是我們一般在開車老講 你也沒有空去練那個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的車沒有ABS 我跟你講 直接也是大腳就下去了 這個不用去 有按我喇叭耶 我也沒當你 奇怪了 這些 這個司機很急耶 我限速50 好啦不管 我們現在 要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跟你講 煞車一定要練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油門不會踩 都沒關係 但是沒有人不會踩油門 大腳油門就好啦 但是為什麼你不敢大腳煞車 對不對 沒有ABS 我跟你講最正確的動作你要模擬 ABS 但是我跟你講你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你不可能在當下 重踩煞車的狀況 還去模擬ABS 你完全做不到 不要講你們連我 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所以呢 為了要將傷害減到最低 記得就是大腳煞車 用踹的 有沒有 用踹的就對了 這第一個 下山時候煞車要怎麼踩 下山的時候要用擋煞 跟踩煞車無關 善用擋煞 像這個手自排的功能 我們切到手自排 下坡的時候速度大約 大約40 50 我們就是利用把檔位掛在二檔 然後利用引擎煞車 減少腳煞車的一個負擔 所以記得 引擎煞車對 核歡三放低速檔就對了 沒錯 一樣維持慢速檔沒關係 是的 載貨重車遇到臨時狀況 我認為啦 你開貨車基本上也是一樣 前幾天我有PO一段影片 不是有一個Volvo的連結車 他看到人突然衝出來 他也是一樣重踩 然後記得方向盤不要這樣子打 你這樣子打 再加上重踩 你的車輛應該會失控 因為第一個 你的後輪變輕 重心跑到前面 你的後輪抓地力是變差的 第二個 因為你方向盤打的角度過大 車輛反而會失控 所以記得 你剛看我在踩擦車 切換車道的時候 方向盤注意看 我的方向盤只有這樣子 有沒有 修一點就回來 修一點就回來 修一點回來 這個修一點 大概就5度10度 注意看 5度10度 修一點就回來 我等一下再最後示範一次 修一下 所以記得不要 不要忘了 一定要練煞車 你可以練 你不要練油門 油門誰都會 小朋友也會 你看我兒子現在10歲多 油門很會踩 但踩擦車是技巧 這一台是一路馬 對 大車要提早煞車 大車更要放慢速度 煞車距離太長 這沒辦法 因為這跟煞車性的 好如果你希望煞車距離變得更短 就是花錢改煞車 改煞車好幾種方式 改煞車皮 改煞車油管 加大卡錢 加大煞車盤 或者是整套都上去 這個就是看你們的預算 但是我就是 好你們自己決定 同時動作 沒錯同時動作 剛剛我們有看到 你可以往回轉 剛剛我們攝影喊做的時候 然後呢 同時踩煞車加上方向盤 這是同時做的動作 我等一下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怎麼 你有頭暈嗎 沒有 油管會爆掉嗎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不是像在賽道上 一直加速 一直減速 一直重踩油門 一直重踩煞車 所以油管一般的正常 你就是突然遇到一次這種重踩的狀況 油管不會爆掉 不會放心 建議煞車油管換金屬的嗎 好 一組金屬油管換起來 大概3000多塊 如果你們覺得 你常常比如說下坡 或者是你常常 你是可能常常比較愛開快車的 那當然可以建議 但是如果說我們只是 為了要避免突發狀況 你要做出這樣的動作 其實原廠的煞車一定是夠用的 鏡頭霧掉了 是嗎 網路 網路 好 好來 好還有這台 這台是U6 GT但是不是220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GT 但是我想說 我們今天要拍影片 但是我想說順便分享一下 因為我看到那個 那個小男孩真的是 很難過 遇到一個 這個不太會踩煞車的司機 如果今天是 它會 它有我這樣的一個反應 我相信它的傷害可以減到很低 非常非常非常低 好了 應該是手機對焦 有胡調嗎 現在沒有了 好了 好我們的煞車記得 我再做最後一次 注意看 同時做 然後看我的方向盤 好等一下我等前 蛤 沒有問題 問什麼問題 腳在怎麼點也不會比ABS快 對 所以記得沒有ABS的車一樣大腳油門 然後方向盤修一點點就好 我再修一次 注意看 等一下我等沒有車的時候 等一下那邊 有台貨車等一下 那個警車是不是還在那裡 好像走了 是不是走了 它是不是躲起來要拍我照 好啦我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因為沒有合法的場地 這就是 好我等下往前開 注意看 我們模擬突發狀況 等一下 好現在綠燈了 我們加速到100 因為高速公路平均時速大概是100 這個狀態下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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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然後攝影師喊左或右 我就要往那個方向去切 模擬那個狀況 注意看 好來 左 蛤 左 你是左聲嗎 左喊得我聽不太清楚 好注意看 我方向盤有沒有打很多 沒有 好我現在先靠邊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好我的方向盤 注意看 我剛剛就是這樣子 一點點有沒有 一點點大概5到10度 就回來了 一下就回來 一下就回來 因為我只是要閃避 一個車道 所以你不用打到這麼多 好你打到這麼多 反而容易失控 所以沒有ABS的車 這樣子踩基本上 90%不太會失控 就算你沒有ABS也一樣 這輛車的電腦會不會常壞 不會啦 這車哪有這麼容易壞 有些煞車輕踩跟急踩一樣有的很溫和 這個是每一個車場每一個車底調教的 煞車的力道給的方式會不一樣 有些會集中在前面 有些會集中在後面 有些就很線性 所以這個每款車不一樣 這沒辦法 翻盤打多會翻車嗎 會 如果你重踩再加上 加上翻盤打超過90度的話 我個人認為會 假設你打到這樣子了 再加上重踩 你一定會打滑 嚴重的話可能就翻車 所以記得 但是我就說 我們今天不是要加上 不是重踩煞車再加上轉彎 不是我們今天是重踩煞車 再加上做一個閃避的動作 所以記得 方向盤就是這樣 一點點5度10度 往左往右5度10度就好 有空記得練一下 因為這個 我跟你講 你一輩子開車開4、50年 你一定會遇到這種突發狀況 所以記得 好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還有要再示範一次嗎 我可以再回頭示範一次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要來試今天的GT GT 這個車很好開啦 雖然它沒有貝斯登避震器 雖然沒有Race的旅圈 但是它底盤還是一樣 非常的平穩 我剛剛高速公路這樣 100、110開過來 其實也非常的穩 但是它卻多了一點點舒適的感覺 這是跟GT20不太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 有嗎 還有人要再看一次嗎 沒有的話我就會回家了 不是回家 沒有的話我就要繼續試車 現在的車不是有防翻滾 我跟你講 那個防翻滾 也不是讓你做這樣動作的時候 做出錯誤動作的時候去防翻滾 不是 那個都是在接近的時候去修正 但是它不會介入太多 所以你如果最主要的車身動作 最主要的主動安全還是在駕駛本身 你就算有那些輔助 就算有那些什麼主動安全 你做了錯誤的動作 基本上車身動態有逆系統 什麼防翻滾也救不了你 所以記得駕駛技術很重要 我的技術不是賽車的技術 而是要避免發生事故 降低發生事故機率的開車技術 油門你們大家都會踩 但是煞車我跟你講 100個有99個不太會踩 好 再一次 有人說再一次 記得注意看 前面那邊有個車 我等它離開我們再回轉 注意看 你可以稍微近一點嗎 還是不用 對對對 但是我踩煞車的時候 你要自己握好 不然你會疊個鼻青臉腫 好 我們現在回轉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看到前後都沒車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樣做出最正確 我拜託大家一定要去練一下 找一個空地 不會被檢舉 不會吵到人家 不會妨礙到別人 不會發生危險的 練一下 在緊急狀態下 我們在上那個駕訓課的時候 是前方 前方有一個人他在舉騎 他在面對你舉騎 比如說他舉這邊 舉左邊你就要往左邊切 再加上重踩煞車 舉右邊 那就是往右邊切 再加上重踩煞車 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一般馬路 我不能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是模擬 我們攝影師在後面喊左或右 你等一下喊清楚一點 不要燒聲 燒聲我沒辦法判別 好 來 我們現在加速到100 注意看 加速 然後瞬間的修正方向盤 加重踩煞車 注意看 右 右 好 有沒有看到 剛剛攝影師喊右 我就是修正過來就好 讓車子在煞停前變換一個車道 然後煞車你一定要重踩 你看我剛剛其實我踩煞車的時候 踩到那個屁股 各位可能看不到 我踩到屁股其實已經抬起來了 代表就是你一定要將所有的力量 煞車直接給它當仇人踹下去 這樣就對了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駕駛的正確姿勢 這個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開車呢 姿勢都是不對的 講到這個 等一下 正確的駕駛 姿勢 不是姿勢 姿勢也很重要 但是姿勢更重要 很多人開車就這樣 手放外面 然後什麼學舒馬克 躺得很斜 然後一隻手開車 這個等等其實都是 不是最正確的 不是說不能這樣開 而是你 我就說突發狀況它不會告訴你 不然就不會叫突發狀況 突發狀況來的時候 你要有能力 你要有在最完備的情況下 去做預防動作 比如說我剛剛說修方向盤 你一隻手在上面這樣開車 你有辦法這樣修一點點嗎?很難 你一定會緊張 可能就修得更多 修更多 啪 你就GG了 好 我們現在找個地方 來 這邊有一個空地 往哪吹 好 差不多了 開車 開車看起來簡單 開得好不容易 真的 大家記住我這句話 塞車沒那麼簡單 你的眼睛要隨時看 你要有所謂的防禦駕駛 好我們請 我們請攝影師 來 我們到這邊 這邊風大嗎? 還好 我們到這邊 來示範一下 示範完就結束了 車子在高速爆胎的時候 好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陳名省是不是 高速爆胎的時候 第一個絕對不能重踩煞車 你如果覺得 你聽到蹦 或者是車輛你覺得輪胎怪怪的時候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你就回油 回油然後趕快靠邊 然後用滑的 用滑的方式 用滑的方式把它滑到路邊就好 所以不要重踩 因為一踩可能就出去了 正確的駕駛姿勢 也是我在上這些駕訓課的時候 一定會跟各位講的 第一個 我們上車之後 注意看 上車之後你的這個 一定先 來我們靠近一點 好就這樣 看到我的人為主 第一個一定是先調整你的椅子 這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你要注意幾個動作 第一個你的手 這個安全帶我先不打 因為我怕影響到麥 你的手握在3點鐘 這個大家都知道 3點鐘跟9點鐘 握住的方式不用用力扣 就是輕輕的扶著就好 扶著 然後第一個你的手 一定要維持大約在100到120度的這個角度 你如果是 比如說你如果是太 比如說太後面 有些人很喜歡 很多人開車 像那個計程車司機也都會這樣 他開車就這樣 手是伸直的 或者是這樣子 這樣其實都是不對的 完全不對的 你這樣子不對 因為很輕鬆啦 是很帥 開起來也很舒服 你看手還可以中央扶手 但是這都不對 當你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還要再雙手回來 你就慢了那麼零點幾秒 這樣就不好了 第二個 我腳的姿勢呢 記得喔 注意看一下腳 我剛剛講 你要踩油門的時候 跟踩煞車 兩個 這個位置大家可以自己調整 但是記住有個重點 我剛剛講是不是重踩煞車 你一定要試 重踩煞車 踹下去的時候 腳還是要有一個角度的彎曲 你不能是重踩煞車的時候 然後腳變成是直的 腳變成是直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重踩 好 腳是不是變直的 這樣就不對囉 為什麼不對 因為當你還是避不掉 發生撞擊的時候 煞車踏盤有可能 那個力道會回彈 因為撞擊而潰縮 潰縮因為回彈 這時候你的膝蓋骨 可能會斷掉 因為力量你就吸收不了 會直接在膝蓋就GG了 所以記得 重踩你一定要將就是身體呢 適當的靠近方向盤 然後腳呢 重踩煞車時還是要有一個角度 記得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們常常在試車的時候 你看有時候看見 試車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手放到方向盤上 這是一個標準動作 就是我們呢 會盡量就是靠近方向盤 這是一個標準 對你看手維持在這個角度 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面 方向盤上面呢 有個條件 你的背一定要靠著你背 你不能這樣子啊 這樣就不算了 你的背部靠著椅子 一定要靠著椅子 然後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面 然後你如果你的這兩個拳頭 注意看喔 這兩個拳頭如果還可以往下 就代表這個姿勢是接近正確的 如果你是坐得很後面 然後放上去的時候是放在拳頭上 那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放在手腕上 手可以往下這第一個 然後再順勢往下滑 你的手就會大約呈現 大概在100到120度 這個角度 這樣子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就會是最輕鬆 而且是最快的反應下去 處理你的車身動作 第二個還有一個重點 怎麼轉方向盤 這樣轉 轉半圈之後 左手趕快換過來 不管你怎麼轉 有沒有看到 不管你怎麼轉方向盤 就算你眼睛閉著轉 好 回來的時候 你的左右手還是在3點跟9點鐘方向 我們請攝影師從這個角度 注意看喔 這個有空可以練一下 左手 左右手在3點鐘跟9點鐘 我們轉方向盤的時候是這樣 我先做慢動作 假設往左轉 一圈一圈半 對不對 往右轉 這是正確轉方向盤的動作 好 注意看喔 現在越來越快 好 回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樣在3點鐘跟9點鐘 對不對 轉半圈 盡量熟悉它轉方向盤的一個角度 怎麼轉就是這樣 回來的時候 盡量還是可以握在3點鐘跟9點鐘 這樣可以讓你知道說 我怎麼 在什麼狀態下 我可以將車頭是在往直 車輪是打直的一個方向 這樣比較容易解救你車身的動作 但是這稍微要練一下啦 不過重踩煞車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們今天就交到這邊 因為開始下雨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 我們今天的U6 GT的拍攝工作 有問題 好 我現在回答你 最後三分鐘 好 高速爆胎連續點煞是正確的 好 我跟你講 高速爆胎的情況下 你要先用滑的 然後煞車用溫和的踩去試 試看看說我到底踩下去 輕踩的時候車身會不會偏 如果開始偏 代表你前輪爆的機會比較大 這時候你如果重踩絕對是GG的 你們上車好了 不要淋雨 先上車 上車 先上車 對 你也上車 對 你看 好 記得喔 高速爆胎的時候 就是回油 然後馬上打方向燈 就是將車子往旁邊靠 然後煞車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都想將車子停下來 但是你之後絕對不要重踩 順順的踩 然後感覺車身會不會偏 如果偏的 如果你覺得發現有偏了 記得煞車就放掉 就是輕輕的用含 你可以踩煞車 踩到覺得車身不要失控的狀態下來 踩煞車 好不好 這是重點 方向盤位置高低調整 怎麼才是正確 這個是這樣子 你看像今天這個U6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方向盤可以上下 不能前後 那就變成是我如果 我要嘛屈就我手的位置 我要嘛屈就我腳的位置 這個就稍微有點可惜 方向盤是這樣 有人喜歡高 有人喜歡低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視線盡量是不要擋到 你看像我現在調到最高 這一塊就會稍微擋到儀表板 我調到最低 調到最低 然後就不會擋到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以不擋到你的視線為主 以不擋到你的視線為主 所以高跟低這是看個人喜好 這沒有因為 可能有人就是比較高啊 像我身高169 有些180的 你當然就要往上 對不對 因為你的視線變高了 所以就是 就是以不擋到儀表板為主 還有什麼 抓住方向盤 先打警示燈 高速冒胎 你要先靠邊的時候 你要先打方向燈 先打方向燈 不是打警示燈 打警示燈 後面的人不曉得你要幹嘛 等你都靠到最右車道了 這時候再打警示燈 所以順序不太一樣 LED頭的好 LED頭燈太近可以調高嗎 這個看你的車況 應該看你的車子的配備 理論上是都可以 修旅車用同樣的方式嗎 對 不管你是跑車 仙背車 Wagon 四門房車 修旅車 還是敞篷車都一樣 只要是開車都是一樣 剎車都是仲裁 遇到緊急狀況 都是仲裁 沒有別的裁法 記得 就是仲裁 100個99個不會踩 對 這個是沒錯的 我上過課的時候 誰踩過全油門 享受加速快感 每個都耶 講得很興奮 我說誰有100%踩煞車 享受煞車的快感 沒有人舉手 大家都看看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沒有 大家都沒有 所以很少我幾乎沒有遇過 因為我們當然開車 我們不會在路上突然急踩 這也是一個危險動作 所以通常不會有人這樣的體驗 但是我還是建議各位 是有時候假日找一個沒人的地方 然後安全不會被檢舉的 試一下 你這樣子才有辦法 對 剎車踩到停喔 注意喔 我們上次跟黃金線的主持人 終於去上奧迪的駕訓課 那個教練也是說 你要踩到車輛完全停止 你才可以放剎車 不然你就是不及格 所以記得剎車就是踩到停 車輛都不動了 你才可以放剎車 記得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示範到這邊 我們今天示範到這邊 然後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把怎麼踩剎車加閃避 前方的障礙物 把這個動作學起來 必要時刻 我給你保證 你四五十年的開車生涯一定會遇到 遇到 遇到你只要救你一次 你一定會阿彌陀佛 我學會這一招 踩油門踩輸人家 我頂多看到人家車尾燈 下車被人家笑 就這樣而已 但是我比你會踩剎車 代表我比你厲害 記得喔 好 我們就示範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